- 吹邦迪 - 吹邦迪 - 吹邦迪 - 好 今天來回答一下迪友的提問 就是怎麼吹邦迪的問題 為什麼要特別講怎麼吹邦迪 把邦迪跟曲迪特別分開好像很奇怪 來闡述一下 描述一下他的問題 他說他在樂團還做的時候他眼中邦迪 嘴巴很那一酸 然後呢這個聲音越吹越小 是不是口徑比較不足的關係 一般來講初學子在吹邦迪喔 很難有這個狀況 因為邦迪是個高音底子 那初學子在吹邦迪的時候他很難有這個狀況 他會這樣吹 他會這樣吹 然後很用力去吹他 那之後我們來分析一下邦迪 G調邦迪 比我們的低調曲迪 然後大概高幾度音 高四度音 好 D E F G 四度音而已 好高四度音而已 四度音如果我們在曲迪上面 它是什麼感覺齁 就這樣 大家有覺得差很多嗎 其實應該沒有對不對 那其實我在吹邦迪的時候 第一個低音其實不需要那麼用力 這樣就好了 如果我低音像剛剛那樣子 這麼用力 那我高音勢必要更用力 勢必要更用力 因為我低音已經這麼用力 那我高音只能更用力啦 只能再往上衝 那已經擠不過去了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吹邦迪的時候 這個勁道 你可以講說氣息的速度 或用力的狀況 其實沒有想像當中那麼的用力 或是那麼的快 大家記得齁 邦迪跟曲迪只差四度音 只差四度音 所以他沒有想像那麼快 好像那個老師們他們在講 我們在吹邦迪的時候的角度 大家有聽過這問題齁 我們在吹邦迪的時候 角度比較高 曲迪的時候角度比較低 差多少呢 差多少呢 吹曲迪的時候大概在二十度到六十度之間 吹邦迪的時候大概在四十度到八十度之間 好好 所謂的進氣角度 好進氣角度 二十度到四十六十度 跟四十度到八十度 它特別在哪裡 大家仔細看喔 二十度 四十度 六十度 八十度 有看出來嗎 其實就這麼一點點 有沒有 在外觀上的變化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大 所以這是第一個事情 你在吹邦迪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的事情 其實整個力度變化 或角度變化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第二個事情 那吹邦迪 口型怎麼辦 好我們來講一下具體的方法 口型怎麼辦 第一個 嘴角要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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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角要用力是指哪裡 嘴角這邊是嘴角 這邊是嘴角 這邊是嘴角 很多位置在這裡 還是這裡 還是這裡 好 那這個在 很多書上的寫 老師們初學者在講說 你唸 唷 唷或是語 大家看一下我唸唷或語的感覺 唷 這裡唷 唷 唷 不是在這裡喔 如果這樣 過度得到垂水角 會造成唷們扁平 早晨有很多 唷 唷 這樣唷們才會集中 唷 而且它有一個很典型的特徵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看到了嗎 有沒有 臉頰會微微的提上來 呜 這樣後面才是集中的 如果過度的拉扯嘴角 你看 這樣後面就散掉了 好 這個也是我們在睡房底比較常見問題 因為嘴巴要用力的關係 過度的拉扯嘴角 呜呜 記得守住這個口型 呜呜 我們一直不斷的強調口型是不變的 好 守住這個口型 呜呜 呜 這裡 呜 好 那這個口型什麼感覺 以前老師不能說的喔 包覆 什麼叫包覆 上嘴唇包住上牙齒 這個動作 下嘴唇包住上牙齒 這個動作 那我覺得下嘴唇包住上牙齒 就感覺很難抓 主要是上嘴唇 它有點微微的貼住我們的牙床 上下嘴唇比較平 好 下嘴唇 好像有點平平 如果你本身有點厚到 厚到的話 本身有點厚到什麼 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放嘴唇比下嘴唇突出 那這個時候你要刻意的 把下嘴唇往外推一推 呃 各位如果有在看一些 呃 場地的相關書籍的話 我覺得場地上有個講法很好 他說我們的氣從哪邊走 齁 我們的氣是沿著我們下嘴唇的內緣 這裡 走這邊出來的 這裡 看到嗎 不管我是本來講呃 還是撲 你看都是眼神裡面出來的 這個是在口氣上的問題 好這是在口氣上的問題 我們在吹幫你的時候會晃到 你看這樣幫你的低音才有音色 就乾掉了 上不去下不來很尷尬 這樣是低音才有音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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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處